二战时期的大炮放到现在够不够看 这是一门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研发的反坦克炮 发射75毫米口径的弹药 是当时苏德战场上的大杀器 如果现在开一炮的话 能不能打穿皮卡车 一起来看一下这门炮的威力 能看到车子被炮击之后瞬间起火 发动机舱被打了个乱七八糟 各种零件散落一地 液体流的到处都是 那时也乱七八糟 发动机舱还在着火 看来二战时期的反坦克炮威力还是很大的 遗憾的是找不来坦克测试 不然效果会更好 可惜的是这辆车不知道修一修还能不能开 既然二战时期的火炮威力都这么大 那再之前的火炮呢 这是一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大炮 当时的大炮有些不同 发射的炮弹是个石球 先来看一下它的威力 别看是石球威力依然很大 那如果把目标换成一辆车呢 这门大炮能不能对车子造成伤害 炮弹冲着发动机就飞了进去 能很清楚的看到炮弹击穿了发动机变速箱 直接飞进了驾驶室 再来看一下驾驶室 里面已经不成样子 但是没有找到炮弹 再看车尾部有一个大洞 看来这颗炮弹是贯穿了整个车身 连后面的土坡都砸出了一个坑 看来这门南北时期的炮威力还是可以的 下面再从车的侧面试一下 通过慢镜头看 车门薄薄的铁皮被轻松击穿 直接贯穿了车身 所以千万别小看火炮的威力 就算是再古老的火炮 一般人也扛不住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